當院長 你也看得到我 你也看得到我 我是林菲凡 我是台大政治所 壽山的學生 當院長 您現在是院長的身份 我們現在回答您一個問題 請教您一個問題 是否願意承諾 我們 我們的兩個訴求 第一行政院撤回 兩岸文貿易協定 第二 請馬政府 在本會期 競速通過兩岸協議的 這個監督條例 那請院長 如果可以的話 具體的 當院長您是學政治哲學 政治思想 具體的回應我們 是否能夠承諾 請您回答是否能夠承諾 我們絕對願意文明對話 是否容許 我一定會回答同學的問題 我今天來到這裡就是要來 傾聽同學的心聲 並且跟各位對話 但是請盧偶心向各位同學問好 在場有這麼多的 專心服務貿易 以及我們國家未來的同學們 以及媒體朋友們 大家午安 我非常感謝 我非常感謝我們現場的總指揮 林飛環同學 有這個信任 願意讓我在這裡 簡單的向大家說一下 我今天前來這裡的心情 我一定會回答 您剛剛所提的一些問題 您放心 我這兩天 我這兩天 之所以有在思考 要到我們立法院外 來跟各位見面 其實是因為 我從媒體上看到 許許多多 關於行政院跟我們 來世衛抗議的同學之間 可能會產生的一些互動 有很多嚴重的謠言 雖然我請我們的發言人 再三的澄清 但當我今天中午 看到有一位原住民的青年朋友 他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說 他希望服務的通過 不要因此造成他工作機會的喪失 當我看到昨天晚上有人說 行政院可能要用催淚瓦斯 來對付我們在立法院的 同學或甚至有人傳聞說 行政院已經叫台大醫院等 這些附近的醫院準備好 要接納大量的商販 我聽得非常的難過 我在這裡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向大家說明 行政院一定是高度的 尊重我們國會的自主 對於現在發生在立法院內外 的群眾運動 尤其是發生在立法院院區裡面的活動 我們一定會遵遵地盤 願講 服務協議的公文是你們送的 請請退回好不好 退回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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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各位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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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院長 我抱歉 你只想 得到一個答案 就是 不是 但是各位同學 我們 我們看了這麼多年來 台灣的 公共場域的一些 步動 我們難道還要繼續停留在 我給一個問題 你只要給我一個答案 其他的都不要說 這樣的話 我們的公民的素養 我們的民主的文化 就沒有辦法有一個機會 我們相反的 是要利用所有的 各位同學 來好好的 把問題 能得到一點 不管是一分鐘 三分鐘 五分鐘 都要好好的講一下 各位同學 請燒案物照 各位同學 我們非常有誠意 非常有誠意 所以我們各位同學 我們下午兩點 就在這個場外 進控您的到來 我們已經說過 我們非常有誠意 看到您到來這邊 我們非常有誠意 要和您對話 我們這次對話的前提 我們相信 您也有非常多的 心得感想 想要跟在場所有的同學 來分享 但是江院長 您掌握有國家機器 您的每一場記者會 都能夠讓全國的所有朋友 都能夠看得見 所以現在 其實您的任何心得訴求 任何心得 都可以透過您回到心得 政院的時候 去發布 我們時間也很寶貴 各位朋友都在這裡 靜候坐視 我們只想 先得到您的回應 就是 關於我們的兩個訴求 您是否願意承諾 如果您願意承諾 您如果願意承諾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跟您對話 我現在很直接的先來回答 這個您同學 剛才一再提起的這兩個問題 雖然我心裡面一直是希望 在大家討論 我們要不要退回福茂協議之前 先問清楚福茂協議到底內容是什麼 但是既然您同學說 我們應該在別的地方講這件事情 我尊重 剛剛您同學問說 行政院能不能退回 或者撤回福茂協議 我向各位報告 行政院是基於認為福茂協議 有實質的逐條的審查 各位 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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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剛剛所講的 制定監督兩岸協議的 這個特別條例 這個議題已經討論一段時間 前一陣子執政黨 已經針對這個議題 做出了一個決定 我們將會分成四個階段 來讓國會以及社會大眾 可以監督兩岸 這個還是沒有立法啦 我們 我們是認為 這樣的一個 四階段的監督的做法 後來也獲得了 王院長原則上的首肯 我們希望用這個方法 要立法啦 那如果說 像賴律師所講的 要立法的話 請各位一定要先回答一個問題 那就是 會不會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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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我想喔 江院長剛剛給我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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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相當的明確 我們謝謝江院長給我們這麼明確的回應 就是 他 就是他 已經 已經 公開的說明 他 沒有辦法 去退回 兩岸服務貿易決定 是不是 最後還要再講一句話 各位所關心的這兩個問題 好 好 各位 各位各位各位 稍安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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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們絕對 我再重申一次 我們絕對 有誠意 要和江院長對話 我們剛剛已經說過 我們的對話的前提 大家還記得我們對話的前提嗎 所有朋友都記得吧 對 來 各位 我們 對話的前提 就是 第一 退回服務貿易前提 第二 在本會期 馬政府在本會期 要儘快 通過 兩岸協議的監督條例 那剛剛江院長的回答 已經相當明確 他說 沒有辦法做到 沒有辦法退回 這是江院長很清楚的答覆 那在這裡 剛剛江院長也提到 江院長也提到 這個事情 不只是行政院 也包含馬總統 所以 我們在這裡 共同 跟江院長一起來 共同 邀請 馬總統出面面對我們好不好 馬總統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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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訴求他剛剛也已經回答了 他沒有辦法接受我們的這兩項前提 那我們現在是否就用掌聲 謝謝江院長今天親自到來這裡 謝謝共同邀請馬總統出面 就請江院長回去新政院